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台华为的Mate 9 Pro 这是一个不开机的 机子还没有拆开,只是分离了后盖 这个机子是客户说不开机 还没有拆过,我们拆开一下 拆开后,我们再把罩子分离 在我们测量正极的时候,它是接地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去用右橙像看一下它是哪里发烫 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角落发烫的 我们再试一遍 在这个位置先发烫 在这个位置先发烫 现在已经有烧壶了 这里已经烧了一个窟窿了 说明是这里导致这个夹电就是大电流的 这个是我们的供放 我们接下来就直接把它拆掉 看一下先 好,现在拆了下来再去测量它的阻值 这个正极的阻值 好,它的阻值回来 它又证明是这一个供放引起的 那我给它等一下再去看一下它能不能正常开机 好了,现在机器冷却了 然后我们装到 装到壳上 看一下能不能正常开机 按开机 按开机先看一下 好,震了一下 然后有反应了 那我们看一下 那可以开机哦 然后 那我们再找一个好的2G公放 这一个公放 这一个公放 我们换上去 找到那个脚位 然后装回去 轻轻推一下 OK 那在一起等它冷却了 等它冷却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装到壳上面 装到壳上面去测试它的信号部分的功能是否正常 好 因为我们没有拿到密码 然后 我们只能直接打电话进来测试这一个功能 直接就出这个信号了 然后我们打电话测试一下 好了 电话可以打进来 这一个 然后这个信号部分是OK 然后因为没有密码 我们不能测试其他的功能 那这一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然后还有更多的维修视频 请继续关注我们巨龙维修学院 下一个视频再见 Bye